台美合作高雄港大港计划 美国为防止恐怖分子利用货柜载运核物及核子原料或放射性物质 2003年由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子安全总署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 启动第二道防线方案 在全球重要港口推动大港倡议 Megaports Initiative 国际合作防止非法核子或其他放射性物质 经由货柜走私扩散危害全世界 95年5月25日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 与美国在台协会AIT 与美国华盛顿正式签订大港倡议了解备忘录 MOU 由美方免费分二期提供约新台币20余亿元 装置最先进辐射测设设备 38座门式辐射测测器 RPM 及二座辐射腾位浸测仪 SPM 并自大港倡议设备建制完成启用三年后 于102年10月1日 全部设备及后续维修保养正式移波我方自行为运 辐射测设备主要包括 1.固定式门式辐射测器 RPM 含影像电视系统 OCR 2.无线传输设备 3.中央监控站 CAS 4.二次侦测设备 包括个人辐射测测器 PRD 辐射定位侦测器 SurveyMeter Thermo 与Otech 两种手持式辐射同位素辨识仪 RIID 5.辐射同位素侦测器 SPM 其中设在门式辐射侦测器 RPM摄影机所拍摄之影像 及干嘛与中子射线 均可透过无线传输设备 以传输控制协定 广计网路通讯协定 TCP IP 传送至CAS 高雄港音符原辽阔 大港计划分两阶段建制 第一阶段建制时程 历经三年多 从双方签署备忘录开始 美方派员实地勘察 提出概念设计 进行工程设计 到机器建制 测试 验收 及人员训练等阶段 该期间于第2、3、5货柜中心 共完成23座门式辐射侦测器 RPM 及中央监控站 CAS建制 并于98年9月19日起 正式运作 为执行大港计划 本官共投入24名官员 分三班制 全天执勤监控 第二阶段之工程 建制于98年11月开始进行 共完成15座门式辐射侦测器 RPM 与二座辐射同位素侦测仪 SPM 99年10月初正式启用 1.RPM侦测 所有进口、转口、出口货柜 进入货柜厂通过RPM车道后 无论有无引发警报 车辆仍继续前进 至码头货柜堆放区卸下货柜 2.警报及OCR 货柜内经侦测有辐射物质 RPM即发出警报 并同时启动CCD电子摄影机 拍摄货柜号码后 经过OCR辨识后 无线传输至CAS 3.CAS进行分析处理 CAS官员接获警报 及进入查核程序核对 RPM指引项及货柜资料 并与货柜仓单、进出口报单等资料相比对 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二次侦测 4.二次侦检处理 经研判认定有必要进行二次侦测时 CAS官员及协调航运业者将该货柜移至适当地区 由二次侦测小组 携带手持式辐射侦测仪器 至现场进行二次侦测 确认货柜号码后 分别运用个人辐射侦测器 PRD 辐射定位侦测器 SurveyMeter 在显示最高技术率处贴上胶带或以粉笔标示 然后开启辐射同位素辨识仪 Thermo RIID辨识出具有信赖度评分的同位素 并将能谱予以储存 另一种辐射同位素辨识仪为Ortec 放在已标示的辐射强度最大处 仪器可显示找到放及可移SUNSPEC的同位素 并可储存能谱 五、SPM处理及X-ray仪减 第二期完工后 可于货柜车通过RPM后 引导至第74及122仪减站 SPM进行二次侦测及X-ray仪减 可达到完整的无破坏针减 六、后续处理 在二次侦测工作完成后 由侦测官员将手持式侦测设备 所侦测出的能谱资料 至二次工作站SWS下载并传输至CAS系统 CAS官员随即复查 由二次工作站或SPM传来之资料 如警报不需要提高至调查层级 则货柜即可放行 若判定应提升至调查层级 则通知仓储业者予以隔离 并联络原子能委员会派员协助处理 大港计划运作以来绩效显著 1. 汽货进口夹藏高级量辐射源案件 既有工业用辐射夹藏于废铁柜 工业用中子源夹藏于进出口废铝柜 进口工业用辐射源污染整柜货物 及废铁柜夹杂、受雷、土、污染等器件 2. 自100年3月11日日本福岛核灾事故后 其102年8月底止 查获来自日本辐射污染 即226货柜 均含报原能会核定依法处理或退运 执行以来除防范遭污染辐射物质入台 维护民众食品安全、辐射钢筋、辐射污等事件均可避免 对国人健康把关做出附加贡献 更可公开发布自台美合作大港计划后 让所有不法辐射物料在高雄港均无所断行 未来展望 大港计划运作顺畅 目前继38座RPM、2座SPM 为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三大设备大港计划港口 其配属之无线通讯设备更居全世界第一大 实施的反恐任务达到滴水不漏 并符合美国2012年全面货柜征减法案 及提升国际之竞争力 102年10月移交给台湾海关 展现台美国际合作顺畅 对我国而言意义非凡 将使双方关系更和谐 期望未来在CityPay、AEO、优良厂商认证 及其他国际合作更为顺利成功